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拜托了 冰箱 今天要聊什么呢 其实聊什么不重要 跟大家在一起 开心才是最重要 做人为了什么 为了开心呢 如果不开心 跟咸鱼 什么曲名 你看很有共鸣我们聊的话题 对 还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Jeffrey加入我们的冰箱家族了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这次我想问你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像Holy这样 或者是像小小姐这样都是我的理想型 Jeffrey其实颜值很高 颜值很高 那你现在还单身吗 我现在是单身 但是为什么是单身呢 可能没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合适的人 那你可以给对着镜头有一个视频的 视频的信 欢迎来到相亲节目 拜托了红娘 你的镜头 对 好 我是 我叫陈日豪 因为名字叫Jeffrey来自上海 今年30岁 我是狮子座 OK 可以是吧 没有等到 这么厉害 你觉得荷尔蒙厉害还是荷花厉害 还是谢娜何种厉害 what 我觉得都很厉害啊 不是一定要穿挑一个 我我觉得我自己很难去评价 你回答不了Holy姐你回答 我觉得你最厉害了 哈哈哈哈 我其实很想问一下就是何老师 跟娜娜在一起主持 还是跟佳尔在一起主持 这种 你觉得会跟谁更好 王佳尔 what 哦 好哥你可以回去 因为谢娜不会吃醋 王佳尔会吃醋 哈哈哈 所以只能说王佳尔哈哈哈 那 其实我也很想来冰箱 能不能建议就冰箱和衣橱 我们把这个富咖换一下 哈哈哈哈 谁是富咖呀 什么叫富咖 他就说我是主要的主持 你是富的主持 不是我是配料 也不是不是 就是吃饭的时候 我是那个泡菜 对啊 对佳尔去不去衣橱我不管 你来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王佳尔 那现在我们拜托了冰箱 从今天开始就有三个主持人了 哈哈哈哈 三个主持人啊 谢谢大家收看拜托了冰箱 但是说实话 刚才这一段 如果算是你加入冰箱的一个面试的话 我个人不会打很高的分呢 竟把整段剪了 整段垮掉 好好回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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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感谢陈鹤给我们来了一段 没有什么意义的开场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我们重新来一个 刚才那一段会播吗 我一定要播 要不要放在花絮里面播的 不要放正片里播 没事可以播的 我觉得很好 对来吧 那我们先拍手 哦来哦 全世界的美食都在你的冰箱里面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我们的节目是由珍惜冰淇淋冠名播出 细腻有品味冰箱音长被 顺滑又美味吃了都得醉 这里是我们的拜托了 冰箱 今天为什么说要拜托陈鹤来主持呢 其实我觉得 我没想到你们俩会去聊小节不聊 娄亦肖 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应该是肖肖吗 对我们 想每一个每个聊过来 聊完以后就谢谢你们收看 拜托了冰箱 我们会直接剪六集 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争婚对 每个人都要对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号叫斜杠艺人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会有很多的身份 比如说王嘉尔歌手斜杠 配菜主持人斜杠 演员斜杠这样子 然后我们楼亦霄也是非常丰富的身份 比如说演员斜杠 老师斜杠 音乐剧专业斜杠 你是我的情人 爱爱爱 美人 斜杠 国家二级运动员 斜杠 会弹吉他 斜杠 会弹钢琴 斜杠 会弹棉花 女生斜杠 身材 斜杠 那刚才最好奇的 说到国家二级运动员 是什么运动 是什么运动 扔那个铁饼啊 我这一生还真的厉害 国际 田径 体操 花样游泳 围棋 好了好了不闹了 先球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没有了开玩笑 其实是竞技健美操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竞技健美操 竞技的 就上去都一边一边跳健美操一边摔跤 对不对 我们是经常举人嘛 举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两吨多了 现在不敢保证 但拍戏工业的时候 竞技健美操要举人吗 不是因为就经常有些托举的动作 就说我们就拖着他的肩膀就给他举起来 哦那种 王嘉尔是基建运动员 哦真的 那你练的是铁剑还是银剑 银剑银剑 银剑银剑 就像我练的就是银剑 对 你你是什么类型的剑 我是配剑 配剑 是啊 什么叫一剑连剑 这是处于他们爱情公寓里面的笑话 所以肖肖上一集说 你去爱情公寓是陈鹤给你推荐的是吗 对 当时试试怎么试的 就我就去了 然后还故意把自己打扮成熟一点 他们就给了我一场戏 然后行你演吧 他给你录下来 然后演完之后 视频人跟导演看了那个视频 才定了 好了那就是你了 我说这也太草率了吧 拍戏面试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他可能会给你提很多要求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陈鹤麻烦你假装喝这个 用胡一菲式的喝法 嘿嘿嘿嘿 его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哈哈 我哎这个很贵 谈一闪 这是爱情公寓的梗 对对对 我给削一个来给你一个 好 正好闲适的合法会是怎么 正小闲啊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冬小鞋 哈哈哈哈 你要这个手艺的感觉回来了 手艺的感觉回来了 再麻烦你邓超喝一个 哈哈 邓超 邓超 哈哈我想想 哈哈哈哈Action 哈哈哈哈 嘿你们好吗 嘿嘿 we are family 天霸动发 错啊 哈哈哈哈 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哎你们好吗 那边的朋友耶 哈哈哈 我想看一个王子兰哥哥的 是王子兰 哈哈哈 哦 好笑哦 然后然后说什么了 然后然后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说说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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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特 完美 这个翻上面这一白眼挺厉害的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一说到那个 爱情公寓里面的那些片段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熟悉 抱歉啊 晓晓老师和老师我没有看过的 啊没关系 你是看什么你追什么剧 我看闲人马大姐 很适合你 王老师你你追 我们北京人小时候就看 编辑部编辑部 我爱我我爱我家然后我爱我家对 有几部戏啊是真的是属于那种 随时你都可以打开 你都可以看一阵子的 比如说像刚刚说的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 然后他爱情公寓 加油儿女加油 当然看过下雪是我在欧帅 还有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后面的武林外传 年代真的有差别 安老师小时候是看 我是喜欢看那个西游戏 西游戏西游戏也有几个版本的 咖哒哒哒哒哒 没走没走没走 好我们把楼益香的评箱站出来 嗯 我们首先请陈赫去看 然后给我们三个词 形容一下来一小的名字 来请 三个成语 你我的文化程度 三个成语是不是太多了一遍 偷看哥偷看 好猥琐啊 好猥琐呀 这个是 你看很久 好来我们听听看 陈赫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个冰箱 陈语 陈语不行就用词吧 感性 表思 健康 健康 有健康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拜多了 乐一小的冰箱 来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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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反应 何老师 哇 哈哈哈 什么意思 哇这一集我们还是不看这个冰箱 还有鲍鱼 哈哈哈 何老师你知道吗 这就是成家和没成家的区别 对啊 人家有宝宝啊 我这个单身狗能能一样吗 这个 哎别这样总是有点聊的 可以看一下这里吗 哎是满的 我觉得要不要先给 萧萧冰箱里补点货 还可以补货呀 当然当然当然 我觉得这个这个蓝色的是那个酸奶的也可以 那个谁现在要吃冰淇淋 酸奶 我要我要那个 萧萧 我给你放点这个冰淇淋在里面啊 好的好的太好了 先从这个楼上看起来 我们首先从第一层就看到一个单身之宝 就是各种酱料 萧儿你是自己一个人住是吗 对对对 我妈偶尔来看我 这种有大酱 然后有辣酱 然后有芝麻酱 怎么这么多酱 你是一个酱人呢 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啊 哎呀 萧儿刚才的表情 萧儿男生 你呢 啊 啊 这句话我们听原版好吧 我们Holly说一下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啊 啊 啊 nice 好 说到自己一个人做料理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Holly 你是不是有在博客上有专门的分享 艺人食的这种餐 对 我有教大家做菜 然后我坚持了100多天 就是每一天都做一道菜 然后发布上去 哦 这样子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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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赞的 就是自己跟吃饭也要用心吃饭的 因为这样就是人生啊 为什么放弃呢最后 哈哈哈哈 为什么 我们聊的是坚持100多天 你干的是100多天之后 真的放弃 哎后来是因为什么气机停下来了 后来因为我从加拿大搬到上海 然后开始忙 哦 因为换了一个环境工作 那这个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是自己在家连续做了五天 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啊 你一个人做菜其实蛮难的 因为又要控制量 我不能做太多 又不能做那种肉菜大菜 这样第一会吃不完 第二就耗食有点长 就觉得自己有点麻烦 所以我就经常会单炒一盘菜 但我在坚持了五天之后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脸都绿了 哈哈哈 舌头都发色了 脸都绿了 然后五天之后 我就约身边的好友说 大家一起出来聚会吃个饭吧 然后那个朋友们说 为什么呀 我说我也没有别的理由 就是想多点点菜呀 哈哈哈哈 那我从初中开始 自己一个人做菜啊 每天我一定都会自己做宵夜 因为我妈不让我是宵夜 初中就会做 小学就会做 而且我有个特长是 所有的菜 你给我说一遍我就会做 这么厉害 好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好 这边有酸奶 酸奶有什么新的吃法吗 拌水果 做面膜 做什么 做面膜对 热的还是冰的 常温的 常温不行啊 不是应该放在锅里把它煮开之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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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五才会张开 一个毛口大张那么大 毛口会爆开 但是不是所有的食用的酸奶都可以往脸上铺的 你知道吗 啊 OK 怎么还有这么多打包的剩饭剩菜 一个人家的麦会经常吃不完嘛 然后就把它动起来 下一顿也就有的吃了 北方看起来折螺 折螺也很好吃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剩的饭或剩的菜 除了用微波炉热一下 有别的更好的料理的方法吗 如果说属 我觉得可以属性差不多的 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对再次组合 不外面去吃火锅的时候啊 其实我通常会把剩下的那个汤打包回家 因为隔天了之后就加点饭 然后打个蛋就变成日式炸醉粥了 那飘连 会飘连很高的 是不是有一点嗨呀 哈哈哈哈 不是你说的是重庆火锅的那个 海湾的那个麻辣锅啊 它那个锅底是大家都是打包回去的 这是你可以不断的加那个豆腐跟那个血的那种 但是他刚才说的是加米饭呢 不过说实话感觉飘连是有点高的 有点嗨 嗨还是高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单身狗吃剩饭的日常 我正怎么说这个 是不是 之前来的都是什么 那个鱼子酱你都怎么吃啊 还有什么鹅肝呢 还有什么牛肉牛排怎么说几个几分熟 一到这剩饭要怎么 但是这个是我跟你说对我们观众是有用的 对对对对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单身屌丝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剩饭 但我个人建议的就是你比如说隔一餐还行 隔了两三天就 三天可以三天可以 但是咸菜可以 但是咸菜是这样子的 两种咸菜 第一种是爆烟的咸菜一周之内吃完 如果你不爆烟一定要烟到半年以上 那样压销酸盐是最低的 如果半生不生的前代是有毒的 不好的 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一大罐的这个 有一大罐的这个芝麻酱 这是 这个是我妈推荐给我的 妈为什么给你这个 因为她跟我说那个芝麻酱对身体啊 对头发都特别好 比如说我煮了青菜什么不知道怎么吃 或者我不想过油的话 就可以直接调一点芝麻酱来吃 这样对身体好 你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小孩吗 比较听 我跟我爸妈的关系有点特别 就是我跟他们真的可以相处的像 朋友 好朋友那样 就正常的家长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朋友出去聚会 买上车吃个饭 他们会打电话什么时候回来 很晚了 我爸妈就不会这样 去吧 多喝点 去吧最好不要回来 去吧皮卡丘 更牛的是 我回到家之后 我爸妈已经睡了 我发现也没有人管我 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爸爸妈妈我没有喝尽兴 来啊我们陪你再喝一瓶啊 对 他们会这样 不会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 不会 他们从来都不会 他们从小也就不会 就是特别去管束我 但我发现越是这样教育的孩子 他反而有一个自我约束的能力 不会怕害怕那些男生啊 或者是吧 我爸妈都是这么说的 你出去啊千万不要欺负人家 一听说我谈恋了 你一定要对人家好 不要对不起人家 我说我说妈妈你到底是谁的父母 哈哈哈哈 小杰你在国外的时候父母在身边吗 我其实我跟我爸的关系也是像朋友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碰到我会说你好 然后会跟我握手 你好你好 你好 等一下那个你好是开玩笑的 不是他是认真的就是你好 我爸也会 就很奇怪 有时候有时候打电话我算就是打电话过去啊 他现在我说喂 他说喂 哪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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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成为 哎呦呦呦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谈生意吗 你好你好 没有他妈他没在谈这些事情 你好你好你好 我说那个什么东西什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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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对对对 好微妙啊 我知道现在我就是到哪个机场我爸来接我 老友巴巴上去一个拥抱 然后有的时候跳到我爸爸身上轻开一口 我爸爸说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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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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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然后我爸说哎呀你你像你样子这么大的人了 你真的就就 他还会就是这样不好意思 但心里肯定是甜的 对他心里是很喜欢的 我妈是一见到我就说宝宝啊 就是那种哎呦哎呦哎呦 左借嘞嘞 哎呀 哎呀哎呦哎呦 心疼了哪能有工作了 哎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什麼意思就是说 哎呦心疼心疼造孽啊 怎么那么累那么忙啊 真的是 我妈妈跟我的习惯用语就是 哎呀你累死了吧 就比如说 我说打电话 因为我现在还是 不管飞哪里 落地一定给妈妈打电话 我说妈妈我到北京了 哎呀太累了太累了 我说妈妈我到城市 哎呀累死了累死了 有一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 妈我刚刚睡醒 你在干嘛 哎呀你刚刚睡醒了 累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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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累死了累死了 哈哈哈哈 那我妈也是说累死了 太累是太辛苦 他们心目当中的我们 就是每日每夜在工作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夸张 就还好对 这真的还好 好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好东东 啊这刚才找到这个 嗯这是什么粉 这是那个应该是豆奶 豆奶粉 豆奶这是可以当早餐的 对对对也是素食那种 对 哦怎么了老干嘛 啊对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啊 出国了就是对出国必备 就是会想到不行不行的 至宝 但其实我还好 像我去年自己在欧洲玩了一个月 然后我同来没有说去吃过中餐 我都会我就到一个地方 我就会就是深入的把这个地方的美食 我都吃我也不会觉得腻 我觉得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 不是那种闷头拍戏就不停的接戏的 对我印象特别是这个很好 他一年就一两个戏 然后完了这一定留时间去旅行 现在还能做到吗 我觉得是要结合吧 尤其是咱们做演员的这个行业 如果我一直拍的话 我会没有灵感 或者没有创作激情 我就会觉得躁 觉得哎好累啊 每天在干嘛 但是我如果就是拍完一部戏 然后我出去玩一玩 沉淀一下 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我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帮助 对这样我会更丰富 我也很想忙家 但就是你回到家里看到小孩子 再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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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很奇怪 有的人是看到小孩子说 那我不要出去了 我就陪他 非常纠结 是不是 这两种吃 因为小孩是每一天一个变化 你不想错过 就像今天上午我坐飞机过来的时候 家里发来笑意说 安安好像长牙了 第一颗 现在几岁哥哥 呃马上六个月 六个月 对第一颗牙齿好像已经出来了 而且哎 为什么晚出来半天 晚出来半天我就可以看到这一幕 没事半天长不了多少 然后最后明天工作马上就要回去 回去发现长高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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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可以看下面这一层了啊 青菜健康 全部都是各种的 青菜本来就是放在这里的吗 是可以的 这是冷藏 土豆 全是青菜 我看到一个世界上很邪恶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香菜 香菜 哦很好啊 香菜好的呀 何老师不吃的 我觉得你这个青菜的量不太像一个人的量 刚好我是刚采购完 哦 刚好采购完 其实是几天的量 一次买这个量 所以你是比较宅的那种是吗 对对对比较宅 最长时间可以宅多久 五天 在家看嘛 在家活着 打游戏 哈哈哈 打游戏吗 我打的 某某荣耀是吧 对对 你是打的厉害的吗 怎么说呢 四海八荒的 还行吧 为什么我在江湖上没有听过你的名号 因为我比较低调啊 因为是隐藏在家里 我听过的是大秘密玩的好 呃 卑鄙玩的好 对对陈和玩的好 陈和玩的好 娜姐最近是不是在打 带着杰哥也在打对不对 我跟你说 娜姐突然入坑 对啊 然后娜姐是一个非常在乎团队感和家族感的 她就会要求快乐家族的五个人 要组成战队 于是我呢 就不会玩 每次要玩的话 我就下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就跟着他们一起 在后面 好二十四 哈哈 二十四 零刷 哈哈哈 零主公 然后他们也不管我你知道吗 我就尝不到乐趣你知道吗 我就不好玩 录完大本营回去之后 我就放在那站地方 我就给删了 删了之后 下次录影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哎呀 快乐家族来一把呀 哈哈 然后我又赶快等我一下 给我一下 我赶快又下载又下载 然后又开始玩 但是有趣的是 你是跟不认识的人玩 我想要是对方知道 对方是五个是快乐家族 应该会上次很开心 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玩的特别不好 对 我们五个是海涛玩的厉害 对对对 我跟海涛也经常玩 有个关于王者荣耀的笑话 就是因为很多男生约王者荣耀 就好比说 如果现在哈 几个好朋友等着你开黑呢 然后另一边呢 你的女朋友生病了 你选哪一个 我哥就说了 韩信呀 我用个贼溜 哈哈哈哈 好来来来 我们继续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冷冻箱 好有 这个水饺 这个好 水饺就是松露的 这是松露的水饺 你真的很爱吃这个呀 这雪糕吗 没有 年豆包 这是那个 舅舅给寄过来了好多 寄来了一箱 所以冰箱里有好多 东北东北人爱吃这个 所以你是典型的东北个性吗 还是你其实看起来像南方姑娘 对呀为什么好多人说我像南方人 但我其实挺东北的呀 但是我也看过你发脾气 在那个一年级那个节目里面 你跟那个陈老师争起来 你当时没有提醒自己说这是录节目 然后他是前辈这种 没有吗 没有其实还有很多 那个我们发生争执的没有捡进去 就是吵到 我说把它扔出去 啊 哥你最生气的时候 有是过录节目的时候生气吗 有啊当然有 最生气的时候会讲狠话 但是讲狠话有时候太太专业了啊 你就这样 哈哈哈 这会狠话吗 出生到现在有打过架吗 有打过一次 我一次都没有哎 每次就快打架的时候我先生说对不起 哈哈哈不是要打了对不起 哈哈哈 我是有一次很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是 当时 我家里那个附近有那个工地啊那种 我这沙堆那玩玩玩玩 然后有一个小孩比我还小 然后特别逃皮 他就呼一下就把我裤子给我扒了 啊 他就光屁股了 而且重点是那个小孩 耶耶耶耶耶 然后我就被气疯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一把把他推到那个沙地里 你都不要了 这个手摁住他这个手下去的时候呢 我突然就意识到哦不对 我怎么在打架 我是那么听话的一个小孩 我不能打架 然后呢手这样举起来的时候 我突然就这样抓住他 扶起来 然后自己扛的山 来吧打我吧 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说你不要生气 我说你打我两下吧 我觉得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小 就有那种包袱 太规矩了 太有偶像包袱了 太规矩了 我有一次是 嗯 我那时候是我在拍一个叫roommate的一个节目 然后拍到很晚凌晨 然后我就去去剪头发嘛 因为我们要出专辑 然后我去了然后就很累很累 然后我就说我睡会儿 然后他睡之前跟我说 啊杰森你要剪什么样的发型 然后我说 嗯 剪这么多就好了不要再剪了 剪这么多就好睡了 睡醒了他还剩这么多 哈哈哈 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流鼻血 嗯 剃到流鼻血 我明明说是剪这么多 然后他把我剪成 剪成这么多 对啊 就那次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专辑 就是我头发就好像去当兵一样 但是你怎么都帅了 而且他把我这个眉毛嘛叫 剃成他说你是王寨的 wang 我帮你弄一个w 然后弄弄完以后好像我有四条眉毛一样 哈哈哈哈 真的 是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楼一笑的冰箱 谢谢 好 从楼一笑的冰箱 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人食的冰箱 无论是素食的搭配啊 或者比如说家乡的美食啊 能感觉到其实一个人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安排的很丰富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不见得是一件暗人神伤的事情 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对啊 那当然了 我想请两位能帮我们回应一件事情就是 爱情公寓的第五季会很快开拍板 因为一直都有这个消失 而且动不动就上热搜 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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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一切都要看官微上说 不要听一下号 对对对对 但你知道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你们特别像是 一群同班同学 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总是会说 我们以后一定要常聚 但是好像毕业之后就是很少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爱情公寓人可以重组的话聚到一起一定会是 大家都很期待 那不一定 也许会发生吧 也许会的 好接下来我们请楼一笑来说说他自己的这个料理诉求 好不好拜托了环节看看 请楼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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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叫奇怪的料理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对美食的包容性挺大的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味蕾 姐你说的那个你说那个奇怪是味道还是创意奇怪吗 只要粘奇怪就两个字 我本人就奇怪啊 我本人就奇怪啊 嗨 stranger why the fk does that exist 哈哈哈哈 哈哈 来我们请楼一笑来选择第一位厨师 来做好准备 好闭上眼睛 身体的味道 这个这个菜菜的就叫楼一笑的 生米的华原 对当时很奇怪很好吃的料料 爱人销魂 我要酥酥和鲁锁 酥酥和鲁锁 蒜味的酸奶 蒜味香奶属于你 我会心想的有我的办法做肉味的 肉味的感 这是 wärenooo Holly 我不是一个很爽的 不是不弊 yere 咱们이에所留久 或咱们 honors fd 你 Ap 想做一个很暖的 好 我们换一下 按一下我就可以了 尾套 你干嘛 你干嘛踢我 你开心是你的事 来 我先走了 好像我没什么事了 进入京东的助攻料理计划 每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助攻食材 通过我们的京东APP来下单 我要下单的京东助攻物品是刨丝刀 我要下单的京东手机助攻物品是刮刀 好 尾套和霍丽两位请来到 稍稍的冰箱里拿食材 好 无人车 京东无人车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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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都分别是什么呢 是 是 爆撕器是不是 好刺刀 对对对 尾套要的这个好小 这是什么 刮土豆用的 好 来 i just wanna real just wanna real deal just wanna real stuff oh yeah who yeah 听听看两位的宣言 首先邀尾套先说 我很久没说了哥 真的很久没说 其实我觉得还是 很感谢今天有机会 遇到这么一位美丽的女士 我觉得其实我 只要把这道菜做好就行了 胜负还是没有那么重要 好 加油 好 ohli 第一次要在拜托了冰箱做料理 请说出你的感言 今天非常谢谢肖肖选了我 然后我不想把这个当成是一场PK 我希望是一个友谊赛 有反对 啊 为什么反对 要胡怡飞的话来说 当然要赢啊 比赛就是要赢 不然比赛有什么意义呢 对 对 是的 这是胡怡飞的名言 好不好 对对对 让他们就是带点杀气以及火药味的那种宣言 对 好来 重新说一句杀气 想不想演牙尾套 哎哎 美人计都有姿体 不管用 什么 你干什么 倒在我的十六裙下 为什么 十六裙下 这是什么 哈哈 这是什么鬼 不是 这个算不算强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你听听听看Holly回过去的是什么 要是你以为 姐长这个样子就好欺负你就错了 今天让你知道厉害 哇 摔毛巾 摔毛巾 好温柔啊 哇好厉害啊 摔什么摔什么 摔毛巾 好了 其实 所有的禁忌都是在料理当中完成的 所以两位十五分钟 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厉害 料理比赛 看着 看着 十五分钟 搞十六十五分钟 我们的方态喜悠言机慢慢的降临 面面八方 好 好 Holly现在在用非常轻柔的方式在处理 番茄 而伟汤呢正在去投 也是那是清晨还是番茄啊 番茄 也是在番茄 两个都是番茄 我们该不会是在做同一道料理吧 番茄炒蛋 番茄挑战 哎 他们露出了一种很不好意思的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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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道现在在刮土豆皮 超超你是把这个做成土豆泥吗 最好 对对要做土豆泥 啊多做一点 哈哈 哈哈哈哈 香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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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好香啊 哈哈哈哈 因为它有罗乐啊是不是 对有罗乐 可以盖过那个香菜的味道 切的好碎 那刀工怎么样 刀工超厉害 目前感觉韦涛这边是全素的啊 西兰花番茄土豆芦笋 健康很重要 特别是女性对吧 女性的健康 男性健康也很重要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男性健康 什么东西对那个好 番茄啊 因为它里面番茄红素 对对对我这个 这个刀有点慢 翻点翻点翻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什么 吓死小宝宝了 什么吹牛 英英英 给你小胸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直接把番茄的墨和香菜的墨拌到了一起 还有罗乐 所以是要调一个sauce出来吗 是要调一个sasa酱 还有一个我的酱 对 现在时间还剩11分11秒 哦这边 哇这边 哇塞 好厉害 好厉害哦 把大蒜签这么碎 哈哈哈哈哈哈 刘凯勒你酸了吗是 好酸啊 要给你加油 哦 涛涛你之前在哪做过 在半岛做过是吗 对对 调分在那个百岳 哦 你的面相很适合当厨师 真的吗 乐乐今天整个是一个吃醋王 你是要做薯条吗姐 我不是我要做一个薯饼 他们两个都做了很多很相似的食材的准备 真的吗 对但是我们不会输给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大蒜酱 他等于是刚才是把那个大蒜打到这里 把大蒜和酸奶打在一起 然后我再拌入这个 发酵的洗奶油 啊 涛涛的道工很利索啊 很棒 好 哇电手厉害我 飞蒜的刚才是 哈哈这是蒜 哈哈 现在要保持 我真的好细啊 真的吗 是什么 对 全放 阿里鸡蛋 非常非常的鲜少 好现在时间还剩五分钟 双方已经都开始在高温当中做料理了 这边是煮的什么东西啊 煮豆 煮豆 就这样放慢 让一下让一下大家都 你别别烫了 别烫了 小心手机 好厉害哦 这种技术 一直上不了台的厨师已经疯了 上不了厂的人 上不了厂的人 一直在旁边说 哇好厉害 可以把土豆签那么碎 哈哈哈哈 哇捞得很好看 这边用的 这方炭水槽洗碗 这洗盘杆真的蛮干净的 你看 帮我挂一下吧 怎么回事 哎怎么要帮忙的呀 哈哈哈 这是你助理吗 对 我们想帮忙帮厨是吗 不用慌不用慌 有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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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涛刚才用那个 京东 助攻计划 倒了一个 泥 土豆牛 哇 然后刚才小杰也稍微帮忙了一下啊 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 刚刚那个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红红的 这边是什么 我们煮的素菜 西兰花 哦呦 哦 哦 放下去了 我倒了什么东西 那个番茄酱 番茄酱 这个真的想法是idea是good 谁都想不到对不对 对 超奇怪 超奇怪的 哈哈 受物了乐辣 哇 好这边再说到北京前锅了 这边已经出锅了 太漂亮了 觉得跟我今天想的他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对 真的我的金元宝一样 超奇怪的真的是 下面还有酱对不对 对上面还有酱 这个真的 而且每个都不一样 他为什么要用镊子捏呢 要我的话直接拿手抓 哈哈哈 我觉得不让他上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 我好想看到 哈哈哈哈 很想上去 很想上去 这是什么橄榄油呢 橄榄油和蜂蜜 这个是酱 这个是酱 擦一点清凝的丝 增加色泽 然后增加清香味 好 现在已经只有最后的十几秒了 我们要出盘了 不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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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最后的八秒七秒了 好 时间到了 哇 好美的两个菜 辛苦两位 来 上菜喽 真的有种在吃怀石料理的感觉 对啊 哈哈哈 吃怀石的感觉 好 来 我们请今天我们的冰箱的主人 娄逸潇来品尝一下Holly 和韦涛为他做的这两个料理 先吃哪一个呀 快点 快点吃完一口东西 我妈让我选择你 好的 哈哈哈 搅一下吗 可以可以搅一下 旁边的菜都可以吃对不对 对对对 是好吃还是很热 是烫 还是比较辣 太烫了 哈哈哈 好吧很好吃啊 很复杂的番茄的味道 有没有飞 哈哈哈 哈哈哈 还可以尝一下旁边的菜 就是有 他们有调那个酱在上面 这是果酱吗 对 果酱加橄榄油加柠檬汁 打了一个色拉酱 嗯 哇 这个老师忍不住去去锅里边吃了 哇 什么样 什么样姐 哈哈哈眼睛发直 我的天哪 为什么哭了 哈哈哈哭了 为什么哭了 哭了 有芥末子 芥末不是 算感动 感动 感动不行啊 哇 哇 哇 同样是单线独居 为什么人家做出来的饭这么好吃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 他真的有吃出肉的味道 好感动 好久没有吃肉了 哈哈哈 真的是有肉的味道 真的假的呀 真的有肉的味道 是不是有没有肉的味道 好奇妙 一定要吃就是加这个酱的 真的有肉的味道 哈哈哈 一定要吃就是加酱的这个 大家一起尝一尝吧 都很棒了 哎好好吃大家尝一下 哇这个汤 配酸奶油特别好好喝 哈哈哈 哈利你这道菜的话 让我铁树开花了 因为我吃了好多年的素了 终于吃到肉的味道了 终于吃到肉 哎好奇怪 明明是给楼宜销的料理 为什么最后整个盘子都在 成河这 你就是尝一下就行了 你也吃的太认真了老朋友 一二三 耶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我们请我们的冰箱的主人 来说说自己的感受 涛涛这道菜真的就是 非常的暖 然后又是这种很健康 把番茄的味道做的很丰富 对很有层次感 对所以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来就抢回去了 没事没事习惯了 习惯就好 嗯 对 习惯就好 他真的超级能吃的 我后来跟他一起拍戏啊 他把所有的道具的食材 都给吃掉了 道具老师最怕的就是他 哦 Holly的这个呢 Holly的这个 吃到了那个 那个就是第一第一课 真的是有感动到 虽然也是简单的素材 但是他做出了丰富的口感 是的是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今天两个厨师 应该非常非常有荣耀感 因为现在盘子全部都空了 对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其实你最有发言权你吃的最多 对啊 哈哈 好了知道了 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楼一霄 来帮我们决定 今天唯一的这个新兴奖章 和我们珍惜为我们提供的金勺子 到底要颁给谁 请 这太为难了 好现在楼一霄来到了我们今天两位主厨的中间 一位是在第三季终于有聚会做料理的姚伟涛 一位是第一次来到拜托了冰箱的Holy 到底楼一霄要把这个奖章办给谁呢 请选择 好 好 祝贺 好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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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了嗯 嗯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哦 在今天第一次做菜 然后就得到这档肯定但是 呃我希望刚才的西方友谊赛 因为希望回到上海的时候可以一起约着 旺市场 哈哈 市场现在是在约一起逛市场 对啊听起来很快的哦 哈哈哈哈 ok 好我问一下伟涛好了 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很开心的就是 就像前面何老师说的 做的菜被大家吃完了 我觉得一个做菜的厨师来说 他最喜悦的就是他做的东西 被所有人吃光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再次谢谢两位好 请坐 谢谢 好 非常好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楼虾 谢谢陈瑞 好 我们之前不是发表了 我们《拜托了冰箱》的第一本书吗 那么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的朋友 给我们的反馈 在微博上跟我们留言 比如说 作为一名冰箱贴 值得支持一下 买的第一本食谱书 打开一看 这本照片超级吸引人 对 不过我觉得还是需要去买一个烤箱 烤箱对吧 烤箱对吧 这样能做更多美食 还有一位什么A什么什么姐 我们不公布大家的名字啊 他说一本带感情的菜谱 一本只愿读者和冰箱贴幸福的书 真心满满 能感觉到冰箱家族的用心很棒 还有还有一个我什么什么带A的 我就不说了 嗯 好 我开好开心啊 因为从第一季就开始看 书的质量很好 里面有很多照片 书本超精致 加尔很帅谢谢您 哇 这不是他加的 是真的人家说加尔很帅 对 有目有什么意思 有目有就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的就是确定的意思 请你以后写有没有 哈哈哈 好谢谢 谢谢大家对 不管是我们的节目 还是我们的书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但今天更好还要感谢陈鹤和罗逸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好的 真的要谢谢大家 真的真的谢谢大家 这姐我的 来来 姐我的口才又来了 来 来 本节目 你有没有来嗨起来 好嗨 Yeah 本节目是由自从开始逛京东 冰箱每天不会空 一键下单带你飞 为你服务到天一 走一键 我们的京东联合赞助播出 谢谢 饿饿饿 乐乐乐乐 饿了喝喝了乐 不喝饿 有点饿来点乐 不管饿不饿 果粒奶油都好喝 感谢全程合作伙伴 美之园果粒奶油的大力支持 谢谢美之园 谢谢 有 还有感谢 番菜水槽洗碗机 不只是会洗碗 还能够去果蔬农产 谢谢 有 本节目是有比我还帅气的 美迪智能冰箱 赞助播出美迪智能冰箱 让你生活的美的 不要不要的 感谢天天快报新浪微博下厨房饿了吗 网易银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呃 呃 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拜托了 陛下 哎 我的口才一棒棒棒死了 棒死 哎单单好像是我们这么多期 他们最好的一次有人献花 哈哈哈哈好激动 都是现场唱的对呀怎么办呀 好好听啊 我以前太坏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这两年是这样过的 哈哈哈哈 达尔 我现在没办法看你的脸 因为我满眼都是你的胸 哈哈哈哈 把我挡一下 哈哈哈 可以把我挡一下 啊 啊 啊 你这样我会自卑的 哈哈哈 终于知道你的团队 为什么不让你上节目了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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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ship